有没有那个野心跟那个念头 其实想要把这新歌取代 真的是 月亮园来什么啊? 我觉得不要讲取代 我怕会给王明娜 不能取代 多一个选择 对啊 就是那个是很经典 我们想要传承 所以给多一个选择 就好像它是豆沙味 我们是榴莲味的 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 这个概念 其实我的歌名 为什么叫月亮园来团圆 也是想要传承的意思 那个歌名的意思吗 月亮园 因为前面也提是月亮园 对对对 因为月亮园已经很经典 三脚下男孩的歌 那我传承的话 所以我是补充月亮园来团圆 传承啊 不要讲取代 取代不到啊 年轻人可能都听 比较不一样的歌曲 就是听你的一些过年分 对那时候 创作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讲错 可以流传那么多 是 所以我其实也是希望这首歌 也能像那首歌这样成功 就是可能00后可以传承下去 10后20后了 然后之后的新生代又创造一个他们属于他们年代的终究结合作 对 那你们接下来会再合作其他歌曲吗 接下来应该会啦 因为我们都这么和谐 所以接下来可以讲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讲肯定会有合作 但是细节不方便透露 但是肯定接下来会有新的作用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我们的色交错 我们很喜欢合作型奇奇怪怪的 鱼 但是我相信很快会跟大家见面 是 可能到时还希望你们过来 对对对 这里有一个朋友提到 就是明天这次出这首歌 也不是想表达 就是说我不只是会唱新年歌 或者是出新年歌以外 那现在有新年歌聪明的嘛 然后现在又出了一个中秋节的 那之后还有其他节的 其实有两个我蛮想出的 一个是开斋节 第二个是圣诞节 所以如果这首歌反应很好的话 我接下来就会开发这两首 是每个节节都不放过吗 对其实国庆日我今年也会配合出一首啦 但是它是美食的歌曲啦 我懂 但是我把焦点今天还是放在这首歌上 所以其实我想要为马来西亚不同的节 进去创作不同的歌不只是新年 我不是要采新年的意思 只是说让大家关注 其实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很有趣的节日 对端午节 对双清节教师节 所以未来可能我都会创作这类型的歌 端午节你要出一首歌取代十八掌吗 哈哈哈 还有白糖原 白糖原 哈哈哈 哈哈哈 呀呀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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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